各位觀眾大家好 真實中國 今天真實中國還要和大家談談什麼叫真實老美 因為老美終於選了特尼普出來 特尼普上台之後 有很多朋友都說 這次中國很嚴重 諸如此類 但是我覺得中國是不會很嚴重的 還有應該和特尼普的關係 有新的一章開始 因為畢竟特朗普不斷地由他上任到現在 2016年到今時今日 其實四年擔任美國總統 四年就在野 然後四年之後又再來 嘩 這八年裏應該學了不少東西 今天請教一下李先生和李先生聊一聊 真實中國和真實老美 兩邊都聊一聊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會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李先生你好 你怎麼看美國 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 沒有什麼 其實很多人覺得特朗普有上台 很害怕 美國加中國60%關稅 其實一切都不用怕 我們中國的強大 中國的法治是建居於自己 不是建居於美國施捨的機會給我們 過去那八年中國已經適應了美國的制裁 適應了美國的加關稅 高科技打壓 所以現在怎麼做得這麼好 不過特朗普也真的很奇葩 四年之後就繼續上台 證明美國人也是想變 而且他一句 美國繼續強大 美國人就相信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 反正現在美國人這剎下就會相信 大會上 這個當然 為什麼不相信他呢 因為之前拜登真的做得很差 你做得這麼差 我就找另一個人上 如果不是 拜登真的行的話 何錦麗當然會上 但是拜登就是代理何錦麗 何錦麗就是代理拜登 這一堂事沒得說 所以這次這麼大比數拋離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是不是 李先生 其實我想 美國其實有少少 一個厭倦了 就是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會輸呢 其實第一個 他天生 變成一個很大的弱勢 是女性 美國人 我觀察到 基本上到現在為止 都不會接受一個女性做總統 特別一個是 不是正式的白人 如果白人都好一點 以前希拉里還好一點 但是他不是白人 第二個 就是 就是 賀錦麗本身沒有政治光環 還有沒有末力 就是沒有政治末力 走出來沒有氣場 所以 就算他當選也好 他都是人的邪線公仔 不是真的有什麼主見的人 第三個 就是民主黨過去那四年執政 實在太差了 為什麼呢 那個觀感不好 那個物價呢 就是普通人 那個物價跪到離譜 現在美國 他為了 和中國競爭 實行高通脹高增長 高增長 所以就屢死了美國的中產階級 還有特朗普 最煞食的喊一句就是 什麼呢 他說 要讓美國的中產階級 大部分人 是不用交稅 甚至少交稅 所以那個 就外面 cient 是cek 引求稅 能令那個人很吸引 就是說 如果我的在美國去打工 就是av4 我也會投钱 為什麼呢 43 保育咎 對 是很吸引的 但是如果你說沒有稅收 那我的開支怎麼辦 國家的整體開支這麼大 每一年都六萬多億 那你說不收稅怎麼辦 難道真的用關稅嗎 我覺得這一點是比較難做的 其實這次應該聽了很多 Elon Musk 特斯拉老闆的意見 其實特斯拉老闆對中國的好感 非常好感很認同現在中國的發展模式 還有那些中國的工人那種拼搏 還有那種工作態度 他說他計劃要學習中國 要將聯邦政府的工作人員減少 要不打仗 減少軍費 又要減少非法移民 又減少社會福利開支 總之他就要減少開支 增加關稅 用關稅為借口 其實他不是擔心對中國的 其實他用關稅來勒索盟友 好像加拿大、墨西哥、歐洲 那些開始勒索你了 那邊就跟德國說 我們一齊來守護歐洲 如果不是給錢給你老美賺 似乎他們又不是很想 當然啦 台灣地區 還有韓國 還有日本 我想他們很樂意比 但是這個比法 應該就 似乎是有些遠水不能夠近火的感覺 因為你看到現在整個世界 其實 明年才上任 現在也是拜登的 所以明年應該會有很大的變化 還有 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最大問題就是 喂 現在整個世界的局勢 大家都很擔心 特朗普會不會好像第一任這樣 那麼強硬要跟西方脫歐呢 喂 李先生你又怎麼看 我想請教一下你 他跟西方脫歐呢 其實他講一切的 好像現在歐洲不買美國的產品 好像又說要增加日本車的稅收 又說要將墨西哥過去 墨西哥出口去美國的那些產品 全部要加收幾十個 就是二、三十個的關稅 其實呢 特朗普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商人 他很懂得 開天實價 落地還錢 所以開到那個價錢很大 然後再跟你談 就是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其實他跟中國說 我要加60%的稅收 其實你不要當真的 就是如果真的60%的稅收 其實不單止中國是會受害 其實美國受害比中國更加大 因為中國現在是一百幾個國家的 第一大的貨物 就是無論你為什麼中國的稅收 都好 最終都是要美國人自己負擔回的 大衛選 經濟會不會好轉呢 這個大家都會關心 那 理論上呢 現在美國已經被民主黨捱到盡了 我知道股市捱到盡了 那如果特朗普用什麼方法 令到現在美國所謂的經濟環境繼續呢 我看不到有什麼好的方法 譬如說你要 有些人說他繼續加息 甚至不減息 令到強美元 但特朗普的政策要增加美國出口 那強美元怎麼出口呢 又行不通了 好了 減息 那當然要增加政府開支 那他就提出了 以後我們不能夠靠借錢過日子 要剪掉那些政府的債務 又要還錢 那錢是哪裡來的 又行不通 就是我覺得他現在 他覺得他是亂說多些 我看不到他有什麼核心那個 經濟那個政策出來 就是令到美國 我好像說 令美國繼續強大 但是我看不到 看不到 從目前為止 另外呢 他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譬如說你將大部分 中產階級是少交稅 甚至不交稅 那好了 用關稅來代替 換言之通脹會再起 那怎麼減息呢 如果又加息 是美元的指數又強了 接著資金回到美國 但是問題來講 又達不到他增加出口的目的 所以 特朗普的經濟理論是相當矛盾的 你明白嗎 這個會是 但是特朗普說的 美國現在呢 將會再出現黃金時代 雖然他追隨而已 但是很多人相信他 我們看回這次 我們現在做節目是星期四 看到特朗普 已經是295票 何錦麗 就226票 目前還有兩個州 還未開票 特朗普 贏到開了 黃金時代 來臨了 今次有朋友說 絕對是 鄉村包圍城市的一個典範 李先生你覺得是不是 黃金時代 什麼黃金時代 我真的看不到 有什麼黃金 這個可能只是假金 會不會呢 李先生 我覺得 特朗普今次的競選團隊 學了中國共產黨 打油擊的戰略 用農村包圍城市 非常之成功 另外呢 他說黃金時代 可能他是不是現在 美國覺醒了 是不是拋棄了 亂用銀子 回到布雷森 那個 用黃金來補證給 那個體系 有沒有這麼高覺悟 我不知道 他當年取消了布雷森林協議 其實就是 逼要無奈 現在今時今日 你說會不會再用黃金呢 我想魯美不會的 估計他應該都是用 一些虛擬貨櫃 好像B幣那些 那樣 那就去玩一下 出入 隨時就可以收割 有幾十億幾十億的進障 應該都可以解決到 我想 馬斯克也是這樣想 有機會 我最初覺得 魯美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解決不到 但是一定要下了很大的力度 下去才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Bitcoin那裏已經有 ETF 那些虛擬貨幣 那其實 玩一件事 其實就是收割其他人 但是 究竟行不行 我覺得是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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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有人提出 就說 美國應該要減軍費 減軍費 減軍費 能不能減到很多開支 我就覺得 你現在軍費都只是八千幾億 其實你要減 真的不容易 除非你將 海外的軍隊全部撤回來 我不要這麼多駐軍 這個 會不會有可能呢 李先生 我和你說絕對不可能 為什麼呢 構成美國政府龐大開支 其實是幾方面的 一個軍費 一個叫社會安全 就是社會安全福利 就是那些低收入 和醫療 和救濟金那些 第三個 醫療 就是奧巴馬的方案搞了之後 白黑制度之後 這個負擔很重的 所以 你不要看輕 其實美國聯邦政府 僱員開支都很厲害的 所以現在他提出 要減那個聯邦政府 僱員那個人數 包括軍隊那些 那些是很龐大 所以美國你說要 和美國國際利息 那這些 這四大項是沒得減的 大學sir 我跟你說 絕對沒得減的 如果減了 美國就沒有的 是 美國 會不會減呢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減的 我自己覺得 軍隊那些 他不會減的 如果沒有軍力 他怎麼在外面玩呢 怎樣可以 恐嚇其他國家 其他幾何 你想減 都不行了 減什麼 美國現在最重要是開源 那麼他截流 截不截到呢 我覺得完全截不到 所以這個是老美一個最大的問題 但是 可以看得出 現在雖然大家覺得很興奮 因為 對於這個鄉村包圍城市 好像李生所說 就是跟我們 共產黨學的 這一招 果然是非常成功 而且非常之有效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跟其他國家 差不多抹著臉 其實這個 要做就非常困難 而且你說 你真的要去搞 可以在貨幣那裏可以去做 跟其他國家 收關稅那裏都可以去做 但是其他國家會不會這麼順滩呢 會不會打一個國際的貿易戰呢 如果要打一個國際貿易戰的話 其實 美國內部的通脹 似乎就應該會上升的 如果美國的通脹再上升 那就很大件事了 這個問題 又要請李生 會不會呢 當然啦 當然啦 其實如果 我按照他的邏輯說 就是加關稅 就是通常一定會上升 根據上一次 他那四年 為什麼拜登做那四年 那個物價這麼高 其實特朗普有份功勞 加到那個關稅 既然你說 要增加出口 當然 美元要貶值 開源 折留方面 如果你要開源 唯一我看美國開源 最好印銀子就最快 如果他真心實意 就是想美國要改變 現在現在的狀況 延續所謂的榮景 他一定要跟中國合作 就是大家 中國最優勢那方面 美國最優勢就是做金融 做那些 就是少些跟中國在這裡玩靈和遊戲 大家合作 真心實在合作 對世界有利 對美國有利 當然對中國也更加有利 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最近 特朗普 上陣之後 我們看到 星期四的股市 好像表現得非常之不俗 無論是港股 或是A股 其實 我們有自己的那一套 會不會 受美國玩呢 我覺得我們會受的 但美國不受我們玩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會不會 美國或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突然改一改過 政策和拜登不同呢 这一点真的值得大家 谈讨一下的,李先生你觉得会不会呢 短期应该不会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 他都奉行政策 不是你死我,就是现在 他在他们那班 所谓政治精英和管治团队里面 未来那班 他有机会做他国员那班人 全部都是 他的理念就算我多少国债 我几个国家几不堪,几个人吸毒 好,不紧要 最紧要我将唯一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那个中国,那个敌人 我打倒了他,那世界剩下的危险我 就算我多懒也好,我还是大哥 那他由头到尾 我相信到现在伊撒那 他都没有想过要跟你合作的 他唯一的目标是将你击倒 不过老实说,就是 我都说了,中国 能够打倒中国是指人的 是中国自己,任何,全世界任何 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打倒中国 我们看到中国其实越来越强大的 尤其是在今次选举 我都说了,有很多军事的力量展示 警告你老美不要乱动 以前老美对其他国家这么做 现在我们国家,俄罗斯又这么做 代表我们很有实力 代表我们很有实力 我们根本不怕你 在选完之后,一切抵定 我们习近平主席 亦都是在 11月7日的时间 发了贺电给特朗普 公贺他当选 我看到很多国家的贺电 都非常之差 可想而知,我们国家就很理性地 跟特朗普说,我们应该合作共赢 大家互相发展 为全球的利益作为一个依归 对于特朗普 其实他都要想一想 他虽然是一个生意人 但美国整体上 其实他的国策很清楚 就要打倒中国 打倒中国这件事 应该是他们很肯定要做的事 而中国 如何应对呢,我觉得很重要 中国绝对不会再跟他客气 如果你真的对我们 做一些更加不利的事 我们会有回应 例如拜登 我们一看到 拜登其实很惨 美国很惨 完全搞不定中国 而且完全不理解中国 为什么这么有底气 但后来他一发觉 原来你反制裁我的东西 真是我需要的 我真的搞不定 包括无人机 包括一些家者 以及一些我们知道的稀土 各方各面 其实我们都捏着他们的颈子 美国究竟在这一场中美的斗争之中 会怎样呢 我觉得他会落败的 如果从目前来说 现在美国所谓的经济园景 其实是有个股市做出来的 当然现在他高科技方面 都还有定优势的 但中国慢慢慢慢说上来 所以我早前和朋友说 他问我 现在中国和美国比呢 现在美国 现在南领工 就是南领工人需要多了 不知道中国怎样呢 我说现在中国和美国 不过来 以后中国呢 高技术工人 写字那些白领 越来越多了 我说这个是趋势了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的饼子就这么大 所谓的高科技 此消就彼长 如果中国成长了 那当然美国的份额就少了 那如果你的份额少 那当然你现在 现在说美国目前的股市 就是其实除了一部分高科技之外 根本它美国大部分公司的盈利 根本都是没有增长的 就是现在只不过是痰花一眼而已 那如果再做下去的话 你明年就算你特朗普 一月份上来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现在你搞 就是已经被拜登用钱 已经谷到那个 就是等于那个病人 已经打了强心针了 那现在你一上台 你是接着一个烂炭子 那我不知道它有什么 就是凌丹妙弱 令到美国继续强大 唯一一样东西 它现在就是最右铳子 上次现在股市这么平均 就是因为它减了公司的利得税 由38减到22 那它现在说是由22再减到15 那如果利得税减到15 那如果利得税减到15 比香港更便宜 香港16.5 一个是第二个 那它为了增加美国的消费 是将中产加级的税 那个Income Tax 那个工资税 就是减到 减到大部分 甚至全部 就是大部分 不用给的 那些人就大把钱去消费 但是 所以我最近跟这些朋友说 在美国回来说 你没有那么高兴 是的 它减了税 你的所谓的收入高了 但物价可能跟着回来 你一样是没有 一样是得了 但问题是 你看到那条数据很漂亮 大卫sir 你明白吗 譬如说 这件事原来买1元 现在买2元 今天是否销售额已经高了很多 其实就是一个骗人的景象 对吧 其实没办法 因为 说真的 你的物价升 GDP才可以升 对吧 对吧 但中国真的不懂 你看物价多夸张 只要美元不跌 那就可以了 特朗普还说 现在要保持强美元 因为它的购买力很厉害 之前又说 我要令到美元比较低位 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 这个很糟糕的 你究竟要减债为目的 还是提高你的GDP为目的 如何令人民生活更加好呢 我觉得 这个蜜月期应该很快会过去 当大家感受到 原来物价升得那么快 那这一点 我相信很多人会再反对它 期望民主党再上阵 当然民主党那里 其实是很大问题的 拜登四年里面 令到人民陷于细心火热之中 何錦麗更加是 幫兇 我们这么说 虽然他什么都没有做过 但是这个帮兇 走不掉了 所以今次我看到 美国的民众 似乎是穩脚投票 你看看 起码在特朗普的时候 我们有钱收 在疫情的时候 他也给钱给我们 你看多棒 所以今次 我们看到 对于拜登来说 对整个民主党 真是没办法 人民选择了 不玩 不投理了 跟着的时候 我们全部拥抱了特朗普 问题来了 我们中央呢 其实现在应该怎么应对 特朗普的上阵呢 李先生 他说 其实中国政府 其实现在什么都不用做 就做好自己 就可以了 按照股市 就是现在的金融政策 就继续下去了 就是继续一步一步 按照自己的方法 投钱 以及一路既定方针去做 第二个他加税就加税 你中国已经说了 过去八年说 在努力建设的双循环 以内循環为主 爱循環为虎 努力增加中国人的收入 令到那些人有钱消费 那你就有消费 消费好了 自然的经济好了 当然出口好 当然是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幸福感 不过如果真的没有 都不紧要 不过有时美国 就是泰国自大一样东西 就是他觉得 美国就代表全世界 其实不是的 现在你看看中国 对外的贸易变 他和美国做生意 都是占十多个百分比 就是不是美国说得那么夸张 现在60%关税 中国立刻跪下了 现在不同了 就是和特朗普当年八年前上任 那时候的环境和中国 现在他已经是很成功的 将那个做世界贸易的那些版图 全部扩张到全世界 所以为什么要和140多个国家 是第一大贸易局 就是这样的原因 大卫sir 中国我觉得做得很好 其实中国呢 都是用乡村包围的城市 我们和全球南方 生意做得大 对不对 你美国占我的份额越来越小 其实对我们是绝对有好处的 我们现在培养一些有钱的国家出来 从一个贫穷的国家 变成发展中国家 然后发展中国家 变成高发展中国家 然后慢慢变成发达国家 其实对大家有利的 不只是你老美有钱 我们现在看到欧洲 其实都要累穷 你自作业不可活 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对的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李先生说得很对 我想问一下 会不会在明年里 好像我们之前说的 人民币对美元的合理价 会逐渐逐渐趋劲呢 我们不要说到五次 起码六次吧 对不对 李先生 美联储减息 在一个方向性 一个趋势性 美元贬值 就是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 一定是走不掉的 那你想想 今时今日 美国 财源升多厉害 还有呢 现在财源是高薪的 还有这些大公司里面的高管 现在是邀请低薪的 所以你说 现在美国的经济是不是好呢 其实见仁见智 其实是否只有股市好呢 其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 其实见不到 所以你说 人民币对美元 现在EASLA 可能昨天一算了之后 突然间美元爆升 我想很久很快又下回来 当它明天确认了 再减息 四分一来 接着12月再减四分一来的话 明年继续减 那你是不是一个国家 现在那个价格一直减下来 那有什么理由 那个货币会升值 肯定没有可能 如果中国随着 如果那个金融政策 就是那个做得非常之成功 那些人全部在股票里面 套住那几十万亿全部解套 房地产逐步复甦 那就是套住房地产 那几百万亿全部慢慢释放出来 那中国的消费市场的荣景 很厉害的 大学sir 你想想想得到 中国也有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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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减息 其实呢 中国是不同的 中国是要第一次 活跃出来 大哥 你经常放在银行上 对我不利 对不对 大家不消费不投资 这是很大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 我也看到一些数字 我觉得很特别 原来深圳 卖到没有楼可以卖 新楼全部卖完 二手市场的时候 非常之活跃 其实这一点就是证明了 我们的消费能力 尤在上 其实不是没有钱的 大陆不是没有钱 无论说私 就是说个人 和说中央政府 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 好像大陆的居民 现在存在银行里面 有140万亿人民币的存款 中央政府 按照它的GDP 对比它的负债 其实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 其实跟美国差不多 如果说那个购买力 来计算 计算GDP 中国是它100% 150的规模 但是现在中国的 国债的负担 对比美国 是它大概六分之一 就是换言之 如果中国如果要走 美国那套 不负责任 去制造荣警的话 不要说 印多六倍印钱 印多一倍 现在国债出来 已经是中国发达到不得了 高通胀 高增长 一定是很厉害的 但中国政府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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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高层价 高物 slipped 黏醒辰 人の购买力 特别一看 有得多 大卧的 对 没错 所以我们笔下 笔下 合理温和的增长 大家看到我們的通貨膨脹是沒有 我看到的資料是1.2% 這個物價的增長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還有人民應該是消費得起 還有在股票市場 我們在節目中看到 A股上已經3,470點了 上證指數 又升了2.57% 收市價 其實接近3,500 當然是3,600 3,700、3,800 慢慢慢慢逐步上 我就不是叫大家投資 而是整個市場的氣氛非常好 人民有錢 自然夠膽消費 以及各方面已經安排好了 但是 最近人大那邊開會了 是不是李先生 好像消息跟我們預期的有一點 不是很相同 當然 現在還未真正的有 很多的這個定案出來 但是有沒有 部分好像在地方債那邊 好像就 中央不會說 我幫你還 是不是李先生 剛剛見他公佈出來的人大議題 之前他說 曾經那個財政部長出來說 南法香港 希望通過增加 中國的特別國債 來替換了 就是還了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 現在剛剛看他的人大那個議題出來 就現在不會這麼做了 就是都是按回老辦法 就提高各個地方 那個債務發債的那個額 來支援那個隱性債務 這個都沒有問題 就是只要你提高的債務限額 不過就可能那個效果會差一點點 為什麼呢 當然發達的地方 那個地方債肯定沒有問題的 好像深圳啊 廣州啊 上海那些肯定沒有問題的 現在是說落後地區 就是落後地區本身 那個生意已經不好 收入不好 那你再提高他的限額 那他其實來講發債能力都是有限的 不過我想中央政府可能以後 都會通過那個所謂的轉移支付 就是先這樣做 然後呢 就在發達的地方收到的稅收 再轉移過去給他 就是給他還了他 因為如果你直接用 中央政府發債給他們還債呢 那中央政府效力用 那以後你的人會不會亂來的啊 那你發多少我幫你還多少呢 就是這個是死巡运來的 做不到 沒錯 所以我相信中央呢 會作出一個最好的調整和調節的 這樣才是 就是一個國家領導層所需要做的事嘛 外資大行啊 還有那些 外面的那些傳媒在誤導著 那些投資者 其實人大是只不過一個 就是通過一個 法律 就是允許地方政府 甚至允許中 中央政府發行特別國債 或者提高個限額 或者提高個限額 但是真正發多少呢 這個額呢 其實在財政部那裡掌握的 那麼他們現在是 搞到這個額出來 一時是說10萬億 一時是說5萬億 現在到時如果沒有這個價碼出來 就是人大不會告訴你 你可以發多少債的嘛 那麼到時又想做一步沽空你中國的股市啦 就是其實他們 現在是 就是做打毛波啊 在那裏 不斷放出來 那些預期很厲害 然後達不到那個預期 跟著就反手做空你啦 就是現在 我覺得他是這樣做多個 我似得 他在那裏 就是幫你說什麼呀 就是真真正正希望你中國 那個經濟好轉 我覺得不是 我也覺得是 那麼這個玩預期其實 對於西方的一些 財金界其實一直都是這樣做的啦 我就設一個數字給你 跟著呢 你高過這個預期就OK 還有我可以帶風向的嘛 那麼這些帶風向的做法呢 其實我們都看了很多的了 包括你看到呢 美股也是這樣玩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實在到可以幫到呢 整個市場是 有一個質的改變呢 我覺得是沒有的 那麼最重要的是 是信心最重要 我覺得我始終對我們中央是很有信心的 這個信心其實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我們中國做事 是不會隨隨便便 去做一件事的 而是大家研究清楚 我們大家可以提意見 那麼如果那些意見呢 對我便放下來了 那麼接下來 尤其是今年和明年 是我們真正發威的時候 所以呢 信心是最重要 是不是呀李先生 是啊 其實 我說中國政府 其實現在按部就班做事可以的 就是 既然 想好了 怎麼做 還有 既定政策 其實現在 頭等大使 搞好兩件事 一個是 建前 就是搞了金融市場 還有令到 就是之前在股市套爐那幫 老股民全部解套 那裏有很多錢 出來消費的 另外 將那個房地產那裏 盤活回它 就是不會需要大漲 就是照現在慢慢 一路一路活回 還有將那個 房地產市場 搞回活它 那麼那些資本釋放出來 那麼整個中國經濟的感覺 就不同了 那些人已經是有錢 出來消費啦 還有呢 就是對國家的信心啦 還有對那個經濟前景呢 就已經是 完全是改觀的了 就是當人民 對那個經濟前景改觀啦 那些人願意出來消費 那麼整個國家 靠消費大動 令到國家向前發展呢 就必然有水路驅盛啦 這個絕對是 那還有 其實呢 李先生也跟我提過 其實呢 中國政府呢 是 就是刮骨療傷啦 我們的 中央政府的資產呢 其實可以cover 所有 國家、地方、企業各方面的欠債的 哇這一點的實力呢 真的很強患的 老美絕對做不到啦 老美根本沒有資產的吧 老美只有兩個字 信用的 那他的信用 現在沒有賣了 那大家怎會再信他呢 所以現在美債就賣不動的 我們正在做的是一個漫牛 漫漫一步步來 吸入的資金 逐漸逐漸入市 這樣才是 穩穩陣陣嘛 因為不是投機嘛 我們始終是投資嘛 就要西方怎樣吹話 他們是多好 其實他們 都是一個投機主義來的 對吧 我就要收割其他人去填我一筒 但是我們不是啊 我們正在做的 是大家一起贏的 其實中國政府現在就是 一路路就拿著自己的既定方針辦啦 其實我都說了 如果是 那個4000點之前 慢慢慢慢的指數上去 就是令到所有的股民解套 就是當他們的錢解套了 那就拿出來消費啦 不用說對這個前景那麼悲觀啦 還有現在中國政府它最好的就是 集中了所有的資源去發展高科技嘛 當然在高科技方面 就是我都說了那個餅就這麼大 如果你做得到 令到 分到美國的餅仔 自然你那些高收入的人就多了 就是企業的收入就高了 給人工就多了 人的那些賺錢就多了 自然消費 就是現在中國呢要改變的啦 就是以前是用 搞投資基建啦 要 建設多些廠啊 用基建來帶動那個國家的發展呢 就要改變了 以後要 靠 靠消費來帶動的啦 靠什麼消費來帶動的 一個人打工的工資收入要增加啦 第二個 高薪職位要多啦 第三個 高 就是高檔的產品要多 要賺到錢 這樣才出多些糧給那些人 那令到人才有錢買樓買車 甚至其他的那些車資品消費啦 整個國家 工資慢慢增長啦 所以整個國家就不同了 就是美國現在它所謂的 那麼厲害 經常覺得自己了不起啦 就是說 就是說我一不買這個產品 立刻你不行 其實 它自己說得自己太 覺得自己太重要了 現在中國對著它 就是其實中國現在都不是百分百 就是按照 八年前可能都有點害怕的 他初初上的時候 特朗普初上的時候 說你加了我的關稅 那我的產業怎麼樣呢 那現在慢慢慢慢 經過八年之後已經適應了嘛 就是現在中國對著美國的 某些都是十幾個百分比 對中國 當然有影響 但是不是致命性的嘛 還有一件事呢 我最近看了資料的 就是我們國家統計局那邊 就 就是有些資料顯示了出來 就是我們的高新企業呢 其實呢 增長的速度非常之快 那 有很多投資者就進來中國投資 其實這些高新科技呢 亦都令到就業率是上升的 現在正在這裏呢 就是我們說 好像是 跟以前的騰龍戶有些類似啦 就令到很多人民 就在其他工作的崗位上高 得到發展的 那我真的 觀察到 有很多的 朋友呢 是加入了高新科技的 尤其是在工廠裏面就工作 而且薪金都非常之不錯 那這個呢 正在不斷進展之中 那大家都很清楚 譬如好像我們看到 德國的汽車業 或者日本的汽車業 他們的 技術型的工人 其實可以帶動一整片的消費 那現在 我們中國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那當然啦 更加先進 因為我們 跟日本和德國 是有些不同的 那我們因為人口更多 而且的時候 每個省市都有自己的 一些新能源汽車呀 或者是 智能汽車呀 甚至是我們說新生養 那這些這樣的企業呢 我覺得呢 在中國就只會越來越多 還有我們現在佔領一個 比較高端的產品 尤其是汽車業 輪船呀 造船業呀 還有太陽能呀 還有晶片呀 其實都是在不斷努力中 那這一方面呢 可以令到整個產業結構不同了 再不是好似以前 人力密集的那個情況 而且只可以做一些低端的產品 今次呢 整個中國的轉變 是真的 我們真的看到 好像我習近平主席所說的 就是生產生產力的 這個生產生產力 其實可以令到人民 越來越不同了 還有呢 是邁向一個 發達國家 我想呢 過多幾年 比如好像 王義夫所說的 應該2035年左右 我們就可以超越美國了 那我們 是不是很快可以進展到為 成為一個發達國家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小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超前完成的 我想請教李先生 我們是不是會很快成為發達國家呢 我覺得應該肯定沒有問題 問題是時間而已 其實很難說的 現在中國發展不平均 好像現在廣東啊 上海那些其實已經 那個生活水平各方面 社會的狀況已經是 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了 甚至 超越了一般的發達國家的了 但是中國 因為那個地位太大了 有些地方更厚一些 有些地方更新進一些 現在我們所說的 中國達到 那個先進發達國家的水平 是說全中國計的嘛 所以 需要一些時間啦 戴衛sir 中國呢 其實最近做了一件事 就是很特別的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不良資產的嘛 不良資產 不是壞帳 其實 我們現在正在有一個融創公司 收購一些不良的資產 希望這些不良資產 重新再來 去搞定它 補充壞帳的情況 李先生 現在呢 中國開始 就是說 銀行就 開始 就要 要 很多 之前的外壞帳 就要處理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政府 將會發行特別國債 注資進去 幾大的銀行裏面 就是那個資本金啦 那麼其中 融創地產啦 就是中國富豪地產 就是民營公司之一 那麽它看到一個商機啦 那麽現在它就 開始呢 就要 開了一家公司啦 又沒有說轉型啦 那就去做一些不良資產的處置啦 就是跟那些資產的那些管理公司一起合作 去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商機啦 因爲現在在中國 那個 我想 在幾大銀行裏面 那個不良資產 可能起碼都有幾萬億在那裡 那麽這些很厲害的 可能你一兩成的價錢買到的 那麽你再 經過 如果是房地產的 那麽它本身在做房地產的 那麽它就買了回來 那麽再經過它 包裝過它 甚至改造過它 那麽再買出去 拿來賺錢啦 就是其實這個非常好的商機 所以中國人不厲害 中國人是厲害的 就是 但是 但是 但是來說呢 就是現在它 現在房地產方面呢 是有些困難的 那麽它 純房地產做不了啦 那麽就做些其他生意啦 我想說 那麽人的腦筋非常靈活 所以中國人去到島都沒有問題的 大約上 這一點我同意 老實說 我很多朋友呢 就在內地的朋友啦 當然腦筋非常之靈活的 那麽還有看到機會呢 大家就會把握的 尤其是呢 你現在的資產呢 雖然是不良的 那麽但是的時候 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又會好回來的 是吧 因爲經濟是一向都有循環發展的 既然循環發展 當然是有好和不好的情況 是不斷這樣 在不斷這樣推進中的 那麽你現在 整個的價錢這麽便宜 那麽當然我買進去 很有利啦 而且這個 不是第一次是這樣做 其實之前呢 都有四大投資公司 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當時幾成功啦 我們看到 很多的資產經過重新再包裝 重新再去 設計過 其實到現在是賺錢的 但是那個時間呢 就需要比較來一點 和整個商業社會的那個 要求很快有回報呢 的確是差很遠的 但是 起碼可以解決了一個問題 令到這些 外漲啊 可以呢 就重新 找到一條出路 我覺得這樣做法呢 對我們大家都會比較好一點的 還有呢 香港就應該學了 李生那天也跟我提過 其實呢 就真的不要再投資 西方國家了 投資自己 是吧 劉俊宜也都說過這件事 我最近也看到一些朋友 其實呢 都是看到 很多朋友 都覺得投資西方 是比較好 但是現在投資西方 其實 我真的想不到 有什麽好的投資項目 可以再去投資 難道是投資歐洲 美國就不讓我去投資了 但是我就看到呢 很多 美國的企業呢 開始呢 或者是西方其他國家的企業呢 是湧緊進來香港 和內地的 原因是為什麽 這裏是賺錢的地方嘛 全球唯一賺錢的地方就在這裏了 是不是啊李生 其實香港呢 現在外交基金有四萬多億嘛 那當然現在傳統上 就是現在外交基金的操盤手 和現在的基金公司的總裁啊 其他其實他們的思維裏 都是一直按照以前的 所謂的既定方針板 但問題是現在你要面對 就是其實香港 現在其實和西方都差不多 有少少半斷勾的了 就是人家 不是說你自己想和人斷勾 是人家杯葛你嘛 就是不受你玩嘛 那你還是把香港的財富投去西方 一個危險性 第二個香港現在 你本身的所謂的金融市場 一個股票市場 現在的股值這麼低 那你現在不趁這個時候 拿回三分一至一半的資產 回來香港投下去 那我想將來那個回報會更大 還有呢 你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自己的資產 自己都不支持自己的市場 你回來投歐美 就是我覺得說不過去 所以劉遵議說的是沒錯的 就是你自己要做個帶頭作用 那你自己都不投 那你經常要求中央政府投下來 你到其實 說不過去 真是說不通 其實可以做一個觀察的 那對於呢 我們國家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們一定要強大 如果我們不強大呢 我們對於西方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應對的 所以這次呢 總結了 好像特朗普那樣 你 上台之後 對我們中國 會採取什麼的行動呢 我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麼我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說 我們先做好自己 分內的事 對於特朗普 他上台之後做些什麼 我們 除了他 我們兵來將黨 水來土掩 還有 更加嚴重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 美國現在內部呢 就非常之暖的 我們都不希望呢 美國的內部呢 有不可崩潰 但是 他崩不崩潰 是他的事 我們自己呢 就要面對著 我們一些問題 尤其是 就是剛才李生所說的 就是半脫歐這個問題 我覺得相信大家都很關心的 尤其是大家不是關心 特朗普贏 還是何錦麗贏 而是特朗普贏 和何錦麗贏呢 其實 他們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怎樣面對 現在的整個經濟的 前景 而這個經濟前景 我相信 很多人都非常擔憂 究竟未來那一步應該怎樣走呢 我覺得中國應該找到一條 自己的 新的路 去解決現在 目前的困境 這個新的路是什麼呢 包括剛才說的 全球南方 最重要的 就是令到呢 我們的生活 就覺得越來越好 當人民對我們有信心的話呢 喂 這個世界就不同了 是不是啊 李先生 是啊 其實中國唯一的出路 就是一個 教好自己 令到自己的高消費國家 就是利用自己的市場的 規模和容量 就是令到別人依賴你 第二個是把全球南方國家 盡量幫他們提升他們的地位 令到他們有錢 我們的產品就有出路了 老實說 現在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的 所謂西方聯盟集團 當然不希望中國發達了 因為中國發達了 他們說不夠資源 就是令到他們的資源少了 中國一定是要發展 發展就一定算害過利益 唯一就是你幫助南方國家成長 你的產品就有出路了 中國最重要是令到自己的國民收入增加 和自己的市場規模夠大 你如果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市場的話 就是超越美國 以後的主權就是你 就是不是美國 所以現在美國這麼兇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大的市場 就是哪怕借錢回來去買你的東西 都是買得起的 其實中國可以借價 當然中國肯定不會像美國 那麼濫發債的 博命亂花錢 鼓勵國民超前消費 來建設所謂的超前市場 有一個最後問題 我也想請教李珊的 就是有人說過 我們現在對其他國家都是貿易順差的 我們正在賺錢的 中國會不會變成一個貿易逆差國呢 如果這樣搞下去 會不會變成貿易逆差國呢 兩體 如果中國像美國那樣 要不斷地去發債 去借錢去買人家的產品來消費的話 那就會了 但是以中國現在全產列鏈是做高端的 就是所有做很多高端的產品 然後買去全世界 那我想這個機會不大了 就是機會不大 但是中國要盡量 將賺到的錢 去向全世界買人家國家的產品來達到那個 貿易平衡呢 大家就開心了 就是這樣 這個貿易平衡很重要 我覺得中國正在做的 尤其是看到最近中國 就跟很多國家簽這個 關稅的協議 也就是非洲 我覺得這一點 大家可以繼續再關注一下 還有 特朗普這幾段時間 會做些什麼呢 我們這刻真的要觀察一下 因為老實說 他就未想任 但是當選了 當選了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去停止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 24小時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都暫時未看到 那麼我們拭目以待 李先生 戴Sir 競選口號你也相信的 你不是這樣 第一就是做人 你知不知道 鄧朗普現在 目前想 做樣 第一件事做什麼 你猜猜 第一件事做什麼 預備 預備 我猜他第一件事 打電話給習近平 跟他說 我賣台灣給你 10萬億買不買 怎麼會理他 你別傻了 會不會呢 李先生 我們當然會答應他 中國肯定不會理他 不過他就想 你明不明白 如果做個信水人情 10萬億美金買給你 然後你回歸 你給10萬億美金給我 反正我也搜不到 台灣只是說 只有一個口幫 但是如果中國一定動手 他肯定不敢動手 不如做個信水人情 美國又得到錢 然後大家又有朋友 就OK了 問題是 台灣就會很失望 還有台積電的問題 台積電歸誰呢 歸你老美 會不會呢 這件事有機會呢 我告訴你 其實台積電不是你們說得那麼厲害 其實你給3、5、7年時間 台積電的價值 不要說歸零 起碼只剩一、兩成而已 我跟你說 這也是 我覺得也是 老實說 因為科技的發展 當然是與時並進的 還有 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彎道超車 我相信 我們的中心國際 都會彎道超車 我們的晶片 其實限制不了那麼多 而且你用電量越來越高 你真的搞不定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我們找時間再跟大家聊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感謝李先生的分享 以及真是很感謝李先生 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現在 美國的大選是怎樣 中國的情況 香港其實 真的要跟中央走 這樣就行了 好了 節目最後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拜拜 各位拜拜